上班族的深夜食堂 其实很多都别具特色 而像我们要介绍的这家店 年轻老板Frank 他把它布置的就像是回家一样 走非常亲切的风格 因为老板说呢 他的童年家境并不宽裕 租房子过日子 他一直渴望有一个装潢 漂漂亮亮的家 在里面可以享受到 妈妈的手工点心 如今他的店成了上班族 非常喜欢造访的一个放松的去处 今天刚好生日 来过生日的一家人 可以大声聊天 讲话都没关系 来谈心的姐妹涛 会忘记时间 你看 蛮不错的一个地方 来自台中的游子 这世间餐厅 可是客人似乎都忘了 因为这晚如自家客厅的书架 食品柜 窗台和仿佛妈妈 首都现做的甜点 都让人感觉回到了家里 这日的招牌甜点 有面粉 奶油和蜂糖 每天现打松饼粉 下锅坚匀 七八分都会冒泡 就可以饭了 再来香蕉草莓准备好 开始坐牢坐咯 华丽的草莓香蕉煎饼塔 完成咯 整整四层楼膏 每层都注着香油鲜奶油 枫糖 卡士达酱和新鲜水果 再淋上用新鲜草莓 现打的草莓酱 豪华而质朴的真材实料 每一口都是惊喜 口味相传的 还有台湾少见的 道地美式起司蛋糕 选用老字号饼干 搅碎做成酥脆塔皮 接着开始创造奶香 餐厅特别挑选的 那个cream cheese 这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一个味道 不同于坊间起司蛋糕 师傅不加任何面粉和膨胀剂 隔水烤15分钟 冰镇后就完成了雪糕般口感的浓郁起司 另外还有巧克力脆片口味 主餐也是另一个招牌 以美式为基调 用帕马森起司 鱼卵酱和杏鲍菇 炖煮的挪威鲑鱼奶油饭 以及铺上烤法水打牛排 再撒上烤蜜核桃和起司的沙拉 都是深受欢迎 想吃早午餐也没问题 道地班尼迪克雪坡蛋 搭配荷兰起司酱 面包和薯饼 活力满点 装滑什么都蛮外星的 然后东西也很好吃 我希望可以一直待下去 早起就来顿早午餐 迷恋夜晚也能自意流连到深夜 夜间十一点 月色流泄进窗内 与昏黄的闭灯相回应 居家的电视柜 让人也能当个沙发马铃薯 配上放松的笑谈声 这仿佛家一般的空间 是老板Frank从小的向往 渴望有个自己的家 然后因为我以前是 我们家境并不好 然后我租房子 我布置的第一个家 不是我的真正家是餐厅 所以我就也很开心 把我的整个餐厅布置 很像家的感觉 餐厅变成了家 员工当然就像家人 Frank神秘地拿出这一杯 家人专属饮料 直送不卖 我们没有在现场贩售 对 它叫明日夜 有致癌 像以前秦始皇 不是在找不老长生之药吗 就在找明日夜 对 那我希望他们可以 多喝一些这些东西 包括我的爸妈 或者是他们这些伙伴 就像我家人一样 而这看似轻松的家 却是Frank在两次开店失败的 惨痛经验中获检而出的 我亏一百多万了 大概二十五岁以前 破补成收了 自知子弟的后生 这次再不成功 我应该会非常认分地做一个打工仔 贷款要签一个 对是像借据 我在签的时候 我在心里想说 哇 这个金额是第一次 我数这么多个零 所以我在想说 我一定要成功 精准掌握餐厅品质和管销 这样的家 转眼展了四间店 每一家都有满满人潮 和让员工捐助若水儿童的 小猪铺满 因为Frank从没忘记 儿时那一个渴望家的自己 小猪铺满人潮